注意看这个房间 有景一位一高手局 这个图呢 我玩了很少 我们就情不自禁走了进去 然后呢 这个房主就说话了 请问谁是高手 我想和高手玩 不费的麻烦观赞 麻烦高手说句话 对吧 他好确认一下 然后呢 他就问我 我会不会玩 我说呢 我就会那么一点点 打开地图呢 发现这个图啊 叫做那个油桶一块地 一般呢 是八人分站 这个房主呢 可能喜欢单挑啊 他这个基地 打开了比我快啊 而且呢 我这个坦克开局啊 被那个油桶给炸了一下 你看 他这个坦克是不是 给我整掉之后呢 他现在有个坦克 就可以整我 而且他这个建造速度 是不是比我快呀 这个一旦快了 中间那个油井就没了 这个房主呢 他还想把他这里说话 他说 让我看看到底会多手 因为当时我们说的说 会一点点 目前来看 他可能觉得 这个蓝色 也就是我 是吧 可能有点菜 因为坦克没了呀 这个发展又比他慢 然后呢 你看这个中间那个油井 他站完之后呢 甩了两个地宝 这样子 这个油井呢 肯定呢 我们是抢不到的哈 好 接下来我们就准备 找矿场 我们选的都是这个伊达克 但是这个速度就是有点慢 可能呢这个家伙这个网速呢 用的是热点还是怎么样 这个速度呢不是那么流畅 这样子也不影响 目前呢 这个房主呢 他是优势 注意看他的操作 他拉着这个牛车 加上动物兵 直接过来打我的电场 我们赶快拿牛车呢 上去压一下这个小兵 把我这个电场整掉了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小兵散开 不然会被那个牛车给压掉 这个房主啊 感觉的攻势比较凶猛 而且他呢 在开始之前啊 选的那个位置 就是在下方 我感觉他对这个地图啊 应该是玩得比较熟 他那个坦克 被油桶呢 装是炸的时候 他是往上面走啊 所以说呢 没被炸到 好 现在你看 他那个重工已经出来了 我们这个重工也马上好了 关键是我们有电啊 然后打到这里啊 你看这个房主说 确实飞一点点 那么他说这个话的意思 很明显 感觉我还是会 对吧 但是比他呢 可能要差那么一点点 毕竟注意看啊 他已经有两个坦克 而且还造了雷达 这个雷达一出来 不知道是不是要造微一扇火箭啊 大家看他重工边上 有两个地宝 感觉比较谨慎 估计是之前跟别人打的时候呢 被偷怕了 保护那个重工啊 然后我们这里捡了个基地啊 他这个是带箱子的 水里面跟这个陆地上呢 都有箱子 现在他已经在水里面有船场了 这家伙呢 马上就可以捡那个水里面的箱子啊 你看三个坦克带着动物兵 想过来整我 我们先在家里面防守 动物兵加上地宝坦克 他肯定是打不进来啊 我们也造个船场 必须要到水里面去捡捡箱子啊 前期看来 这个防守的打法还是比较凶对吧 比较喜欢进攻 既然如此的话呢 我们就准备跟他呢 慢慢的玩 看看他到底能不能把我们打下啊 然后这个船场 准备到前顺利去捡捡箱子 我们这个坦克 先到这边勾引一下 看看他呢 要不要过来进攻啊 然后下面呢 由于这个速度啊 确实呢 这个网络 有一点点卡顿哈 我们现在呢 准备照料理打 接下来呢 我就稍微的快放一点点 因为是吧 目前我还是这个劣势哈 我们就先愉快的捡捡箱子 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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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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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